俄军损失突破69万 单日损失第四高 10月单月损失超过4万人 库尔斯克京线死亡公路 乌军攻击无人机昼夜猎杀 被摧毁的俄军147辆装甲残骸触目惊心 乌军粉碎俄军快速拿下拖略茨克的船员 并拿下了该市整个南部地带 乌冬塞列多沃失守 俄军包围圈形成 8000乌军主动后撤 俄军攻势还将持续夺久 俄军在乌冬获胜的战术分析 探星星探月亮 西方武器何时解禁 聚焦战场动态 普希地人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 我是宇童 视频制作不易 请老朋友先给我们一个点赞 新朋友等看到最后再做决定 谢谢大家 今天是2024年10月29日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979天 乌克兰人还在战斗 俄军损失再创新高 俄军人员装甲车加油车火炮损失继续走高 代价不菲 过去24小时 俄军损失1680人 这是俄军的年度单日损失第四高 俄军损失总人数突破69万 这样算下来 俄军在10月的损失将不可避免的超过4万人 如今俄军不得不求助外援 显然资源已经严重不足 俄罗斯资源不是无限的 历史将证明 乌克兰的韧性与坚持终将值得 来看看战场最新局势 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场打得非常漂亮 乌军第36海军陆战队通过反击 昨日夺回了左翼的尼古纳耶沃达利诺镇 还成功地控制了周边20平方公里区域 进一步稳固了防线 为了夺回失地 俄军使用Torch-1A喷火坦克 温压弹以及龙卷风多管火箭炮 发起疯狂反扑 但在乌军远程炮兵的精准打击下 还是被推出了该地区 视频中 乌军的远程炮兵打击精准 反攻俄军的一辆BMP-2装甲车 竟被炸成了碎片 与此同时 乌军还加大了对牛比莫夫卡方向的反击 在牛比莫夫卡方向 乌军封锁了38K030公路 当下已切断了俄军补给线 下午又传出消息 从乌冬换房过来的 乌军精锐第47旅和第33突击营 在21炮兵旅掩护下 对俄军发起了突然袭击 目前正在苏甲至克列涅沃的E38K公路上 由南向北反推 已推进到距克列涅沃仅9公里的地方 乌军第47旅使用亨哈二将M2A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M1A1爱布拉姆斯坦克 联手向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沿速线修筑的阵地猛烈开火 在斯纳哥斯特至牛比莫夫卡的公路上 被摧毁的俄军147辆装甲与重型运兵车残骸触目惊心 乌军的攻击无人机 昼夜猎杀着该路段上一切移动的俄军机械设备 该公路如今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死亡公路 乌军第95旅 今天在库斯奇纳揭灭了俄军义务海军陆战旅残部 与车臣阿赫马特营组成的混边突击队 就连督战队也被一锅端了 除了两名车臣士兵被俘外 其余俄军遭到了全歼 乌情报部门截获的音频表明 朝军已经部署在库尔斯克 可能编入俄第810海军陆战旅 在库尔斯克执行作战任务 情报表示 这批士兵缺乏经验和训练 不是精锐部队 而是通过这次部署进行试探 为更有经验的部队抵达铺平道路 韩国方面认为 这批士兵更多是炮灰 将承担俄军的人海冲锋重任 据悉 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第一个被俘的北韩士兵已经出现 目前正在审讯中 另外 乌军此前在别尔哥罗德州 撕开了另一个口子 控制了朱拉夫列夫卡后 昨日下午又击溃了一支 前来增援的俄军机械化重队 扩大了控制区 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战斗部队 看起来已经完成了大规模轮换 这个视频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第38旅在库尔斯克的战斗视频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的攻击无人机 抵达后摧毁了俄罗斯虎M装甲车 明亮的烟花和最强大的弹药爆炸 在乌克兰的视频发布之前 俄罗斯人在社交媒体大肆宣传 他们摧毁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装备 等视频出来后 他们才发现 爆炸的那个是他们自己的装备 而乌军在红军村前线的局势 就远不如库尔斯克那样乐观了 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依然是波克罗夫斯克 塞利多沃 库拉霍沃一线 过去24小时里 该战场上 共爆发了超过100次的战斗冲突 俄军试图通过反攻 夺回昨日丢失的阵地 乌军则拼命拒止 波克罗夫斯克附近的战斗异常惨烈 流出的视频中到处都是尸体与鲜血 双方均死伤惨重 先说说红军村北翼的脱裂瓷克前线 ISW战争研究所的动态地图显示 乌克兰近来在脱裂瓷克的反攻 卓有成效 乌军收复更多失地 乌军第十二亚树旅的局部反攻 持续取得进展 继三天前收复附近的扎巴尔卡后 乌军又发起了更多的攻势 将战线延伸至脱裂瓷克 与扎裂瓷内之间的森林地带 随后他们正式攻入了脱裂瓷克的市区 并占领了整个南部区域 扭转了这一战线的局势 截至目前 整个脱裂瓷克的南部地区 都被乌军重新控制 尽管目前脱裂瓷克的东部 仍有部分俄军 但乌军拿下脱裂瓷克南部的意义 还是很重大的 奠定了收复该是全境的基础 这一胜利的意义还在于 他粉碎了俄军 快速拿下脱裂瓷克权域的船员 差不多半个月前 俄媒曾大肆宣传 乌军全面失守脱裂瓷克 当时俄媒宣传员甚至表示 乌军已经撤出了脱裂瓷克 完全失去了军事能力 但现在 乌军不仅依然活跃在该地 并且拿下了关键的整个南部地区 再来看看红军村南翼 在战斗最激烈的红军村 赛利多沃一线 俄罗斯人正在此发动 不间断的疯狂攻击 此处形势越发严峻 赛利多沃南部地区 目前已被俄军控制 战斗主要集中在北部 由于战略预备队 都被调到了库尔斯克 乌军第15旅和第72旅等部队 步步阻击 边打边撤 该阵很可能会很快失守 赛利多沃是红军村的南大门 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信希尔斯基应该不会轻易丢掉该地 但不知为何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 而据发稿前的最新消息证实 俄军昨日下午已经全面控制了赛利多沃 乌军第15特种旅 第68列兵旅 第72机械化旅 和第17步兵旅8000余人 已从西面撤出了阵地 乌军没有选择死守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理智的 如果继续拖延被俄军的口袋阵封住口袋或切断10510攻入补给线 途中紫色区域的约8000余人很可能会遭到维艰 形势已是万分危急 要知道外围俄军集中了俄中央集群与南部集群的约5万余人精锐大军 俄军的这次大规模进攻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乌军主动撤出甚至让俄军也感到意外 因为赛利多沃失守后 若库拉霍沃再丢失 俄军就会濒临波克罗夫斯克 所以很可能是由于该战区的乌军预备队被调往库尔斯克 没有援军的战场环境下必须收缩防线 将兵力集中于红军城周围 避免被各个击破 乌军目前兵力有限 面对俄军的疯狂攻势 显得尤为捉襟见走 而再往南的扎波罗热的大诺沃希尔卡轴线上 俄军一万兵力昨日进行了三次试探性进攻后 今日也开始推进 牵制北面拼死抵抗的乌军顿巴斯集群的意图已很明显 目的是让乌军两头不顾 继突破赛利多沃和希尔尼克后 俄军于周五开始在伍莱达尔方向继续发力 在伍莱达尔这条战线上 俄军企图向伯霍亚弗伦卡和沙赫塔斯克等地持续推进 目前赫利尼克已经被俄军夺取 库拉霍卧外围也被占领 这些攻击都得到了大规模炮击和空袭的资源 然后俄军通过不计代价的冲锋 亦明明夺取阵地 尽管代价非常高昂 可能很多网友都在心里问 俄罗斯的这波攻城掠地的大规模攻势 还将持续多久 一直追踪俄乌战争的 法国里昂国际研究所的军事专家 莱朗莫利做了一个分析和总结 他写道 俄罗斯发动顿巴斯攻势已经一年了 今天他们又攻占了谢利多夫和希尔尼克 威胁到整个乌克兰顿涅茨克引南方向 俄罗斯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战术呢 首先他们用FAB制导滑翔炸弹 摧毁所有乌军防御阵地 包括壕沟 林带 房屋 城市 战壕和掩体 俄罗斯人从去年开始 加大产量生产的制导滑翔炸弹 UMPK的套件 改变了今年甚至整个战争的局势 UMPK航空炸弹滑翔套件 旨在将传统的非制导炸弹 转换为制导炸弹 以提供更高的打击精度 最大攻击范围 取决于飞机投掷前的高度和轨迹 UMPK是俄罗斯玄武研设计局研发的一种 用于将常规航空炸弹 转化为精确制导武器的装置 为一种航空炸弹滑翔套件 该套件属于滑翔增程组件 类似于J-DAM的钻石被连接套件 UMPK套件的引导系统和滑翔功能 能够为普通航空炸弹提供更远程 更准确的打击能力 同时可以在防区外发射 减少战机被击落的几率 从而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3年 玄武研设计局开始开发一种 自由落体航空炸弹的规划和校正模块 最初的设计目的只是制造一种非常便宜的装置 但直到2023年1月 俄罗斯用户发布了一张FAB500M UR的照片 该照片带有类似于J-DAM的连接套件 UMPK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尽管整个结构的品质非常低 照片显示的也是仓促制造的 而且将模块连接到炸弹主体的方法 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 这可能会降低武器的性能 特别是其射程可能导致许多操作限制 但它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 单位价格不超过25000美元 那炸完了以后又怎么办呢 然后俄军就用坦克和AFV IFV装甲车对乌军阵地发起机械化进攻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波克罗夫斯克攻势中 一年损失了1919辆装备的原因 其中包括398辆被击毁的坦克 和892辆被击毁的AFV 再接下来 当乌克兰军队无法再坚守阵地时 俄军就会改用步兵战术 由步兵组成的小型步兵突击队 会从各个方向涌入乌军聚首的城镇区域 一旦小分队攻占了城市的某个区域 他们就会在建筑物废墟上挥舞旗帜 由侦察无人机传回前线指挥部 由于人数上的巨大劣势 乌克兰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员和迫击炮 来在每一个方向都阻止他们 有时 乌克兰军队会主动后撤 凭借高地 河流等天然防御攻势 以及城市建筑和壕沟防线 来设法阻止俄军前进 自8月20日以来 俄军已被阻挡在塞利多沃和波克罗夫斯克 第三道防线前 长达两个多月 但现在塞利多沃防线已被突破了 当俄军部队遭到阻击时 他们就会试图通过战斗侦察任务 找出乌军防线上的漏洞 比如 他们首先袭击了乌克兰斯克 发现那里的乌军军心涣散 然后继续向苏库雷内进攻 接着从南义包围了塞利多沃 塞利多沃的尸首绝不是一件小事 它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 失去它 下一步库拉霍夫就有可能被俄军包围 与此同时 新线里夫卡前线的重新启动 也将加速这种可能性 目前俄军前锋 距离库拉霍卧只剩下5公里 一个新的包围圈又在悄悄形成 未来几天 前线将是波克罗夫斯克 摄斧秦科 松迹夫卡 届时 俄军将开始进攻两个月以来的主要目标 安德里夫卡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座小城沦陷 整个顿涅茨克南线也将随之沦陷 而对于乌克兰呢 总体来说 乌军在库尔斯克打得游刃有余 目前不但在库尔斯克稳住了局势 还歼灭了大量俄军 那么 同样的军队 同样的装备 为何在乌东却屡屡失地 显向还生呢 这是因为 在兵力和军事资源 本来就不占优势的乌东 乌军是用阵地战与俄军硬碰硬 距低于国门之外 战场环境的凝固性 导致了既无法进行战略迂回 也让去中心化的战术优势成为劣势 变成了一脊之短 克敌之长 但在库尔斯克 乌军却可以利用西方装备的高机动性 虚实结合 呼聚呼散 运动歼敌 实现已弱胜强的战术结果 因此 乌军若要在乌东扭转被动 就必须敢于放弃一些地方 利用战略纵深 打时间差和运动差 乌东防线1200多公里 参差不齐 俄军坐不到各部齐头并进 动态的战场环境才有尖敌机会 单纯的防御赢不了战争 反而会被俄军蚂蚁啃骨头般 一点一点蚕食 尽管在这期间 乌军可以通过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和军事资源进行力量转换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一过程极其漫长 在这里 我们也要为俄罗斯新的国防部长 及俄军指挥部点个赞 抛开立场部说 俄罗斯新任国防部长 本来就是搞经济出身 在任俄罗斯副总理期间 就为普京立下了汉马功劳 顶着一万两千多项制裁 没有让俄罗斯经济迅速崩溃 而现在有临危寿命 利用自己的所长 在抓了一批国防部蛀虫后 让俄罗斯军火生产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同时 也不得不佩服俄罗斯的军队高层指挥官 现在和国防部的关系 不像以前少一谷在时那么僵了 而在八月份 希尔斯基将军出起兵 攻入库尔斯克州后 居然能坚持不为所动 颇具战略定性 一个唯卫救赵 一个就将计救济为赵救尾 始终抓住乌冬不放松 宁愿搬来朝鲜兵参战 也不调动乌冬的精锐集群 终于让乌军两头不顾 捉襟见肘 颓势尽险 当然 乌军的被动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西方援助的远程武器 至今没有解禁 乌军等于绑着一只手在战斗 倘若解禁远程武器 乌军就可以大范围地 瘫痪俄军机场 弹药库 油库 军事基地 物流枢牛 等后勤支援单位 让莫斯科无法将这场战争 进行下去 当下的俄乌战场 与美国选举紧密关联 拜登阵营既不想给乌克兰 解禁武器 又不愿发出对乌克兰入约邀请 却还希望利用乌克兰战场胜利 为哈里斯助选 这怎么可能呢 过分优柔寡断 不仅会让乌军陷入苦战 还有可能导致哈里斯 最终输掉竞选 如果拜登不敢放手一搏 民主党输掉选举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德国总理舒尔茨 最近再次强调了他一贯的立场 不支持用西方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 因为这会把北约 脱入到与俄军的直接对抗 所以至少在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拜登是大概率不会在此事上松口的 甚至有可能最终也不会 与此同时 基辅还在大力呼吁西方加大军援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解除远程武器 深入俄罗斯境内的限制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 叶尔马克在最近的采访中就透露 乌军已经战斗了三年 并将继续战斗 基辅不奢求西方直接派遣军队参战 尽管莫斯科方面毫无顾忌 已经开始寻求外援 但他强调 西方需要给予更多的军事支持 因为乌克兰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 而是在为整个欧洲堵枪研 俄罗斯人的枪研 欧洲是一个整体 目前来看 对于乌克兰要打击 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要求 西方的反应是 资助乌克兰加紧生产 已经成功完成测试的 新型HRIM-2国产弹道导弹 这样西方的心理负担就小得多了 HRIM-2的射程可达500公里 弹头重达500公斤 俄罗斯的兵工厂 军火库和机场将是其首要目标 一旦部署 点燃俄罗斯就将进入倒计时 最终还得靠自己 求人不如求己 10月28日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 别尔哥罗德 布良斯克 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地区 沃罗涅日州两个酒精厂被击中引发火灾 乌克兰方面称 俄罗斯将这些设施改用于生产火箭燃料 被无人机全部击中 沃罗涅日州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市场 也被击中 损失情况有待澄清 10月28日 克里米亚占科伊 新飞罗布尔等地 发生至少30起爆炸 乌军无人机又开始袭击克里米亚 我们相信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导弹不断打击俄军目标 当损失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势必发生巨变 这是被俘的俄罗斯士兵 别笑 这是真实的图像 不是AI 像不像电影魔戒里的半兽人 至少是像集了哥布林 乌克兰第一百独立机械化旅 无人系统营 在距离前线25公里 靠近戈尔洛夫卡的俄罗斯前线后方 摧毁了俄罗斯侵略者的两座RS-7Pion自行火炮 此次袭击是由复仇女神无人轰炸机 在国家警察纽特旅空中侦察队的协助下完成的 美国援助的弹簧刀600载毕新工 两架乌克兰弹簧刀600攻击无人机 袭击并摧毁了顿涅茨克地区的 俄军TORM-2防空系统 美国的弹簧刀无人机 目前配装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4独立无人机团 战斗力超强的乌军54旅 昨日在西威尔斯克方向 缴获了一辆俄罗斯乌龟坦克 没想到仔细检查一看 竟然是一辆罕见的俄罗斯T-90S主战坦克 使乌军兴奋不已 所谓T-90S 就是T-90的出口型外贸版本 原本是打算出口到印度的吗 不知道莫迪有没有心里偷偷叹口气 话说这毛子也真厉害 把坦克完成了盲盒 该坦克配备了电子战设备 监控摄像头和自制的拖网 以防止反战车地雷 搞笑的是 甚至在金属网大棚里 还搞了个烧烤设施 乌军小伙子们开心极了 立刻把它开回阵地 找机械营给维修消毒 重新装备 现在这辆T-90已经重上战场 成为了K-2营的配装装备 刚才没看清 什么是乌龟坦克的观众 紧看过来 就是这玩意儿 当然这其实对防止自杀 无人机攻击还是很有用的 乌军现在也学会了这招 俄军连续两天自相残杀 在10月26日 俄罗斯第38摩步履 第二突击连的俄罗斯士兵 费多尔琴科 在扎波罗热州诺沃波克罗夫卡附近 枪杀了10名熟税的战友 然后逃往波洛籍 一天前 在库尔斯克的克雷米亚诺耶 第810海军陆战旅副旅长 德米特里斯列普涅夫上尉 在观察哨的一场争执中被杀 二等兵李亚伯夫用AK-74 向他的头部连开三枪 结语 泽连斯基说 我们反对冻结冲突 我们不希望发生第三次战争 2014年的战争 通过数千次谈判最终被冻结 结果2022年的全面战争仍然爆发 是的 我们相信 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 能够摧毁泽连斯基 和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 最后 以罗曼罗兰的一段话 结束今天的战榜 在春寒廖桥的三月 当我们看到初放的花朵时 感到无比幸福 现在 当我看到娇嫩 而充满活力的人类善良之花 冲破欧洲仇恨的冻土 盎然怒放的时候 我又感到了这种幸福 他们证明 温暖的生活仍然存在 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摧毁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